演艺圈一直都被网友称作是大软缸,所以,当曾经的国民大叔吴秀波,被情人爆出出鬼丑闻的时候,网友们似乎并没有觉得太过于惊讶, 也许还因为近些年有太多的艺员纷纷倒下了对缘故,说其吴秀波的人设崩塌,和他同一个经纪公司的黄海波早在四年前就已经经历过了。 在2014年5月16日之前,国民老公黄海波的观众员好到悲起,在各大热播之中都能找到他的身影, 但是因为调娼被抓,曾经的热播剧男一号黄海波成了大家疲倾的对象。 当年黄海波伸出丑闻风波的时候,他的经纪公司写片影视为了围捕他的形象,还向公众发布了拒签声明。 此外,黄海波的一众好友都对此事发声,并且表示相信黄的为人。 但是这些生意并没有能挽救黄海波的事业,他和张静出的一场淡不顾身的爱情,至今仍没能播出。 相比之下,同公司的吴秀波似乎就要幸运很多,尽管吴的丑闻似乎比黄海波的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大家都看到了,在周年艺人都被大家热意托骂了一番之后,有关吴秀波的话题已经悄悄地都被撤了下去。 但是,黄海波和吴秀波同是一个经纪公司写片影视的艺人,为何待遇差别如此之大? 虽说十大七晚成,但是吴秀波的身家和地位比黄海波高了很多。 虽说,虽说喜天影视旗下又包括张天爱、韩青、王千元等三十余名知名艺人。 但是,在这诸多的艺人中,为公司贡献力度最大的恰恰正是吴秀波。 除了片酬之外,吴秀波的代言和商界活动收入,比其他艺人都高出了不少。 而且,近几年吴秀波的热度正高,数十个代言的年收入相当不肥。 除了是为公司挣钱的骨干人物之外,吴秀波本身也是写片影视的股东。 据悉,吴秀波以公司发起人的身份,持有写片影视2%的股份, 也是写片旗下艺人中,唯一一个持有公司股份的艺人股东。 此外,吴秀波全资的乌尔文化传媒公司,也是喜天的五大客户之一。 吴秀波在喜天非常有话语权,他甚至曾经到B经纪公司,答应自己的要求。 据报道,吴秀波曾经在某部剧中私自带来要代言产品入境,这一部分的收入是全部归他自己的, 因为网友们大多都是健忘的,所以转移公众视线,这不起很多艺人都会用。 看了那么多巴杆子都打不着的艺人,全都被他的丑闻风波,拉下了水。 就不得不感慨吴大叔公司和团队的公关能力是真的很强。 看了吴大叔在公司的地位就能明白,为何有公开的话题都被悄悄撤下去了。 和日后的一些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